齐天大圣和哪吒竟然也要打擂台了 没错 前面就提过的 中邦的女武神新外传 诸神默示录开始的文部连载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这隔壁神与神之间的战斗 故事的发生和隔壁的诸神黄昏 是在同一时间 宙斯召集所有神明 敲领诸神黄昏的展开时 除了女武神布伦希尔德外 其实还有一位神秘人站在场外 同样很不爽宙斯这些狗屁神 在这趾高气昂地决定全人类的死活 等诸神黄昏的会议结束几个小时后 宙斯再次召开了神明会议 这次召开的原因是 公布出战神明的名单 埃及太阳神拉不装道 为这点事就叫他们过来 不远处的埃尔兰女神摩利干也嬉笑着表示 那种神会根本不需要说 他已经知道谁会出战了 隔壁的西游三兄弟也在讨论着 老猪吃剩零食问猴哥 真的不打算看看吗 用书遮住半张脸的大圣应道 他对这些没啥兴趣 其他神明们都自信着 名单里肯定有他们 但当宙斯展现出十二神战士名单时 众神都傻眼了 竟然有那么多强力神明没有被选上 其中就有古波斯的至高神阿胡拉玛兹达 怒斥宙斯名单是不是有问题 他竟然没在其中 宙斯表示名单没问题 瞬间激起了众神的怒意 纷纷怒斥宙斯 你确定我们要比名单上的神弱吗 女神摩利干正要冲上去发飙 突然从台上伸来一根棒子拦住了他 没错 正是大神的金箍棒 让那些别叫了 脑子冷静点 仔细看看那名单 诸神黄昏得出战十三人 但名单上只有十二个名字 宙斯笑道 没想到曾经的问题少年 居然最先冷静下来 没错 这次会议主要目的 除了公布名单外 还有个更重要的事 作为瓦尔哈拉委员会最高掌权者 他宣布 将再次开启神之战 所有神都是神色一阵 宙斯这是想打破他们 七百万年前定下的禁忌 神明之间的战斗 谁打赢这一战 就将获得最后一个出战名额 也借此来证明 谁才是现在天界最强的神 众神之中 那神秘人也摸权杂掌 在天界没有属于他的名号 但不妨碍他 打败这些传奇神明 这里就先叫他无名 对于宙斯的这个决定 众神明有人欢笑 有人惆怅 看似只是场比赛 实则是一场属于神的战争 再次打响了 回忆结束 阿瑞斯不安地问起宙斯 这真的是个好主意吗 那些家伙对神明而言 也都是些危险的家伙 其中有不可俗之者 不可接触者 不知身份者 被众神称之为外界神 较之出神黄昏而言 这场比赛就像在重塑天界 欢迎落下 一道神隐蓝在了几人身前 正是一脸怒意的太阳神 拉 怒斥咒词 已经做了太多余举之事 太阳神拉 是古埃及元出神之一 著名的金字塔和坊间碑 最初的意义便是人们对拉的信仰 参与过人类创生活意的他 曾违背会议 试图独自消灭人类 是不可阻止者之一 面对拉的怒火 宙斯笑着解释道 别急 这并不是一场死斗 可以看作是一场宴会 争夺一个席位 并不会要了神的命 别的办法又无聊 所以他才想到了这个办法 让拉好好享受游戏 但拉听完后就更气愤了 什么享受 无惧的 天解合适成了你的游乐场啊 宙斯 这一话一出 阿瑞斯和赫尔莫斯都顿感不妙 为了缓和这气愤 阿瑞斯上前去劝说拉 但刚一靠近 就汗如雨下 耳边传来拉的声音 谁允许你靠近了 阿瑞斯只觉得 一瞬间踏入了沙漠 被毒辣的阳光所灼烧 这就是太阳神拉 任何凡神都无法接触到他 拉中宙斯说道 这比赛根本没意义 唯一的结果只有他赢 两人一言不合就要展开大战 可突然间 一声狗叫打断了他们 来人正是那无名 和他的爱犬 拉撇过头来直言道 你谁啊 小孩就给我滚出去 想和你那脏狗 一块被烧成灰吗 无名也是谁也不惯着 走上前去表示 可以请你先滚吗 大哥哥 我有事要和这老头谈谈 这话一出口 拉瞬间暴怒 但宙斯却来了兴趣 看这样 你是要参加这场比赛吧 无名点了点头 表示 除此之外 我还有个请求 如果我打赢了全部比赛 你不建议我夺了你的鸟位吧 这话题的宙斯是兴奋极了 他最乐意这种事了 就在这时 一旁的拉脸色阴沉 但嘴角却勾起了笑意 宙斯 我们不能无视一个小孩的声音对吧 你自己说的诸神黄昏不算什么 那他只会属于最终的胜者 最重要的一点 你要证明哪一事实对吧 宙斯 宙斯应道 被你发现了吗 这里是埋了个伏笔 接着宙斯就宣布道 既然如此 这一场比赛 就看你们俩谁能拿下了 两人瞬间傻眼了 这么草率的吗 周四笑道 你俩都夸下海口了 可别被打脸了哦 正好两人看不顺眼 那就在擂台上见神仗 很快 神战拉克的序幕 由初神黄昏主持人的首席弟子 来主持本次比赛 在开战前 他向所有神明宣布一件重磅消息 此次神战最终的赢家 不仅会得到初神黄昏的最后名额 还有一份额外的奖赏 他能在瓦尔哈拉法令中 加入任何条款 此坏益处是众神沸腾 正因为瓦尔哈拉法 才让天界得以和平 这么重要的条款也能当奖励 也太过了点吧 并且有很多外界神 要是被他们取胜 那天界不就完蛋了吗 就连场面看热闹的师婆也表示 他都想参赛了 接着主持人宣布了参赛选手的名单 一共16位神战士 分别是 埃及太阳神拉 对战埃尔兰太阳神之子 库丘林 齐天大圣 对战希腊泰坦神 富罗米修斯 四圣兽朱雀 对战印度众神之王 英陀罗 哪吒 对战埃尔兰女神 摩利甘 古波斯至高神 阿胡拉马兹达 对战日本著名刀将 村正 冥界主神 炎魔王 对战古希腊死神 所罗门72柱魔神之一的 贝利尔 对战象征邪恶的怪物 利维坦 北欧神话的火焰巨人 苏鲁特 对战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 许德拉 塞治和隔壁不同 是采取了淘汰制 将进行共15场比赛 决出最终神症 令众神意外的是 竟然有一半以上的神 都是外界神 是名副歧视的一场天启 会令整个天界为之动荡 其实在宙斯看来 自从打赢了泰坦之战后 他就被称为众神之父 神中之神 等战争结束后 他失去了活力 这次的比赛 如果能让他重新充满活力 什么天界 他可不会在乎 这是主持人宣布着 第一场选手入场 出战口 一排热得全身冒汗的男人 跪着堆起了一座金字塔 位于顶端的正是太阳神拉 他一边走上擂台 嘴里咒骂声 滚你的宙斯和傲定 神中之神 乃是他太阳神 都给也瞧好了 另一边出战口 库秋林让狗狗放心 便禁止走上了擂台 手里拿着根巨大的树根 主持人介绍起来 他是一个孤独的混血战士 身为契儿 手持契儿之剑 他就是半神英雄 库秋林 库秋林是凯尔特神话中 半人半神的英雄 也是外界神之一 传说在战斗中 他会变成一头恶魔般的野兽 凶狠无比 这在神明前的天启之战 第一回合正式打下 好了 以上就是诸神末世录 第一话的全部诺了 这个比赛可以看作是 隔壁诸神黄昏的兄弟赛 但除了决定最后一名出战选手外 最终胜者还能改写神的法则 说不定还能引来新一轮神界战争 血都是够了 但第一话的整体质量 看上去还是略显不足 画面张力对比隔壁来说 也稍差了一些 但看点还是有的 期待大圣 哪吒等熟悉的角色登场 能有精彩对决吧 如果本期视频反显还不错 喜丽会继续制作后续内容 所以别忘了你的点赞和关注哦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局结束了 我是喜丽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